首先我要和大家アランス 我今天正式簽了隔離office的租約 今天我去中環做什麼呢 其實我簽了一張租約的 就是我們同一層的隔離office 我們正式就叫做Complete 今天簽了租約 什麼時候收舖 明天就收了 裝修工作什麼時候開始呢 明天就開始了 希望可以在盡快開始之後 我們就會做這一邊的裝修 其實多過office 是不是有意思呢 我也不知道 因為似乎地方不夠用 但是現在香港這樣的時勢 今天我開車和搭車過去的時候 我在想 但是鑑於有鑑於 租金不是很貴 得與不得 也算了 十多萬東西 真的好說不好聽 一個不覺意都下跌了 十多萬東西 就是我說不好聽 一個不覺意都下跌了 就是我說不好聽 一個不覺意都下跌了 那最重要的是 其實我們現在的Studio 都可以做很多節目 要做的話 但是 譬如我們想做一些 風月節目 或者一些精談節目 你搬 如果上來的朋友就知道 這張桌子搬不搬走 我們現在用這張桌子 搬得走的 這張桌子搬不搬走 但你可能要動很多東西 那把梳化平時放在哪裡 其實全部都是問題 是的 好的 我們的新台 裝修好之後 我們很有可能 會有飲食節目 我們會有程式節目 但是你會否要求我們 或者你會否期待我們很多節目 短期內都是不可能的 第一 我沒有心機 我從來沒有想過 要發展一個 像我們以前的MHK 低速頻道之類的傳統網台 現在也似乎那個趨勢不是這樣 是的 但是我們也是很想做一些 其實除了我們這樣叫做 時事評論 或者欺笑怒罵的節目之外 都還想做一些軟性的節目 未必一定是一個 即是耿島的節目 每個禮拜說一個 每天會出一個 例如色情節目 成熙節目 不一定的 但是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無論主持人也好 或者我們operator 或者我們每一個朋友 或者我們在座的每一位聽眾 其實除了我們關心政治 關心香港的發展之外 都是我們私人生活和興趣的 那些我覺得很值得大家分享 其實我們開始年紀大了 香港也老化 其實我們可以在人生裡面 各種事情上面 找到自己的樂趣去 或者那個情趣 生活情趣很重要 我跟大家一起分享 或者一起去回憶 或者一起去讚嘆 那也是一件好事